北京的香港人 均購撥貰二百萬,協助支利湖市居民 温哥華交通西溥的程度,在本國排名第一 西班牙宣佈緊�措施及提高銷售增值稅 馬德里有幾萬人上街示威 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星期三,6、7月11日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嘉欣,新闻的详细内容。 安省伊利湖市在上月23日发生双场屋顶堕塔事故, 为了重新新兴兴当地经济, 帮助当地民众尽快从事故的伤害中走出来, 省府决定对当地撥款200万家园。 在上个月23日,伊利湖市Algo Center Morgan屋顶堕塔, 造成两人死亡,最少22人受伤。 除了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外, 也都为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事故也重创了当地经济。 目前,因为事故而失业的民众有几百人, 安省北部发展及旷业厅今天宣布, 这项为期两年的寶座基金计划, 这项名为商业持续发展的基金, 会由北部安省遗产基金公司建立, 目的是要帮助当地的业主在临时的地点重新开舖, 令到因为今次事故而离开工作崗位的职员, 能够尽快复工。 而伊利湖市还会另外得到五万元, 用于创造职位以巩固当地经济。 另外,安省省府还将会在该市设立办公室, 专门负责重整经济。 根据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生产商汤汤公司所公布的数据, 本国西部城市温哥华, 交通测湿的程度在本国排名第一位, 而在全国北美洲就排名第二位。 由汤汤公司公布的塞车指数, 比较高峰时段和普通时段的车流速度得出的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本国西部城市温哥华的交通状况 是全北美第二差的, 而排名全北美洲最差交通城市的是美国的洛杉矶, 多伦多的成绩也不算太好, 排在第九位, 而排第十位的是厄泰华, 本地可就排第十二位, 而卡加里就排第十六位。 汤汤公司的专家说, 温哥华的交通状况之所以差, 主要是因为近年来高速公路发展缓慢, 如果比较城区内高峰时段的行车速度, 温哥华就排在美国的洛杉矶, 西雅图, 以及本国的厄泰华之后。 一架水上飞机一年前在沙省坠毁, 机上五人全部离难, 运输安全局今天公布调查报告指, 事发的时候飞机在空中失速, 再加上飞行高度不够高, 最终导致惨悉的发生。 坠毁的小型飞机在去年6月30号, 在Buzzleaks起飞之后没多久, 再进水中, 机上五人全部离难, 运输安全局今天发布的新闻稿中说, 事发时空中的气流导致飞机失速, 如果飞行高度够高, 机师还可以有机会将飞机拉高, 但是当时飞机刚刚起飞没多久, 所以机师也无法阻止惨剧发生。 有数据显示, 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 和公司的盈利是成正比的, 五一行最新调查就发现, 本国有三分之二的受雇人士, 由于认为得不到应有待遇, 而未能全程投入工作, 这个情况可以导致公司损失三分之二的利润。 调查访问了三万二千名受雇人士, 有三分之二的受雇者都说, 既于得不到应有待遇, 而未能全程投入工作。 调查发现, 员工对工作越投入越上心, 公司的盈利就会越好。 调查也显示, 如果一间公司的职员 都能全程投入认身工作, 公司的盈利会是一般 拥有懒散职员公司的三倍。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宴正推出海洋三省七天豪华团, 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均有优惠。 欧洲六国八天精选美景之旅, 抢先体验伦敦巴黎来恩河谷。 豪华邮轮全城最便宜。 七彩云南八天豪华行程, 全城五星级豪华酒店代理唱游昆明, 代理丽江。 天宝旅游让这个人生旅程更精彩。 最新的百爵豪丸2150Condos, 位于Lawrence, 加Warden和Bertman中间, 由意大利名师设计, 豪华典雅, 设备完善, 价钱由18万8千起, 9尺楼底, 赤格之下由330元起, 并奉送车位及储物室, 推广期间还送现金5000元起, 欢迎经纪合作, 请自电特约代理商, This is Realty, 国际地产, 416-888-7899, 416-888-7899。 这个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又发生了, 山洞之中, 居然有一把这么罕见的宝刀, 这件事令到我们在场, 所有人都大吓, 这把宝刀的主人会是谁, 为什么会被人留在山洞之中, 洞内藏宝的传言, 难道是真的吗? 深圳市龙江区平地街道办官员莫黄虫, 走证测试结果超出罪价标准两倍多, 检察院提数判刑两个月, 他被发愿意, 驾驶距离不远为由, 免购刑责, 在广州市区停车有多难, 看看天河双圈就知道, 今天虽然是工作日, 但是天河南一路的路边泊车位, 他是前车刚好走, 后车就跟着, 现客都不得清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班牙首相拉霍姨宣布销售增值税将会由18%上升至21%。 另外, 地方政府预算也会被削减35亿欧元。 西班牙此举是对欧元区贷款拯救该国银行系统的回应, 受到欧盟官员的欢迎。 欧元区财政部长同意在本月底之前, 向西班牙银行提供300亿欧元的贷款, 还同意给马德里政府压外12个月的时间, 在2014年达到他们的预算目标。 不过西班牙政府的举措就受到民众抗议, 受到马德里今天有几万人上街示威, 反对缩减政策, 警方要发射橡胶子弹驱散示威人群。 西班牙首相拉霍姨在议会讲话时指, 缩减措施必须立即进行, 但是她的发言遭到反对党多次打断。 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协议的, 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意味着经历18年的谈判, 俄罗斯终会在一个月之后, 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 以238票赞成, 208票反对同一票弃权, 通过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主要是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有过半数优势。 俄罗斯是这个世界第九大经济体, 一个月后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56个成员。 根据入世协议, 俄罗斯整体关税水平将会由目前的10%降至7.8%, 包括削减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关税至10.8%和7.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下星期会成立工作组, 为适应世贸规则制定措施。 一批共党议员在国会外抗议, 担心对外开放市场之后, 缺乏竞争力的行业, 例如民航、工业和农业将会受到冲击, 引发大型企业倒闭。 不过支持人士认为, 入世可以带来市场竞争, 减少权力滥用, 也令俄罗斯能够参与制定世界贸易规则。 俄罗斯入世经历18年马拉松式谈判, 除了因为国内意见分歧, 同西方国家在开放市场和农业补贴上一直争持不下, 与美国、欧洲关系紧张, 也是入世的主要障碍。 外及最高宪法法院推翻总统穆尔西, 重开被解散人民议会的班令, 分析认为, 穆尔西和军方的紧张关系升级。 由总统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 控制的人民议会, 星期二按照总统判令重开, 但是会议只是象征式开了5分钟就结束。 议会议长强调, 会议是讨论如何执行总统判令, 并非对抗最高宪法法院, 但是准备就解散人民议会的决议提出上诉。 最高宪法法院随式驳回重开人民议会的总统判令。 法院在上月中裁定, 议会选举法部分条款违宪, 三分之一议员当选无效。 宣布解散议会, 决议得到军方支持。 总统穆尔西和军方对立升级, 到访开来的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 和穆尔西会面时指, 德国准备支持埃及, 迈向稳定和民主, 又相信人民议会解散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而穆尔西就强调并非挑战法院, 而是希望审市应该在什么情况下, 重新选举部分或全部议席。 而正在越南河内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莉, 将会在这个周末到访埃及, 她呼吁双方展开对话, 寻求解决方法。 We strongly urge dialogue and a concerted effort on the part of all to tr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that are understandable, but have to be resolved in order to avoid any kind of difficulties that could derail the transition that is going on. 最高宪法法院解散议会决议, 一直被视为军方滥权手段, 穆尔西今次总统令被视为首次对军方发出的正面挑战。 在日本, 月初被民主党开除党籍的小泽一郎, 连同约50名前民主党议员成立新政党。 小泽一郎宣布, 新政党名为国民生活第一, 强调政策以民为先, 由小泽出任党会, 成为继自民党和民主党后日本第三大党, 各党会开拓和地区政党的合作, 外界认为小泽是要挑战现政府。 小泽一郎和大约50名民主党议员, 上月因为投票反对增加销售税, 被执政民主党开除党籍。 日本上野动物园出世只有6天的大红猫BB, 因为肺炎腰折。 动物园表示, 自养员年一来24小时观察大红猫两母子, 早上仍然听到红猫BB的哭声, 但是之后就发现, 红猫BB睡在妈妈、先女的肚上, 心肺停顿, 立即急救, 不过最终抢救无效。 动物园怀疑红猫BB吸食母乳的时候, 奶流入肺部和呼吸系统引致肺炎。 大红猫BB属于红星, 上星期四出生, 是上野动物园近24年来, 首隻自然交配繁殖的大红猫BB。 转好 NBC。 穿烟漢技园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